嗨 大家好 我是花痴小妹 盛阳老师今天给我们来什么好吃的 哇哦 打开看看 嘿嘿 这是一个狗狗的图案 狗骨头 哇 盛阳老师 你学狗学得太像了吧 简直跟真的狗一模一样呢 好凶哦 狗骨头棒 嘿 单身好伴侣 咦 来来来 看看 一个一个单身狗 我有人追的好吧 我才不是单身狗呢 再说单身狗又怎么样了 我单身我骄傲 嘿嘿 我的狗骨头棒来了 咦 太像了 嘿嘿 咦 这要是小狗们看到了 肯定超爱吃 我先来听 怎么说小狗又来小狗了呢 盛老师太鸡嘴了 哇 这个狗骨头 奶味特别的香浓 吃它的感觉 就好像是在喝浓浓的牛奶呢 好满足啊 吃在嘴里 嗯 嗯 嗯 真好吃 哎哟 哎哟 这骨头还挺脆的嘛 嗯 我感觉啊 它就像吃奶片糖的口感一样 嗯 牛奶味很浓 摇起来呀 粉粉的脆脆的 但是呢 它的造型太有创意了 狗骨头棒的造型 嘿嘿 说不准哪一天呀 我把它揪在地上 小狗们都会跑过来吃呢 嘿嘿 看看看看 盛老师又开始装狗了 哈哈哈哈 太像了 哎 这还有各种不同的颜色 一样的味道吗 我看看 嗯 一样的呀 哈哈 这个多暗呢 嗯 这么好吃的 骨头棒的奶糖啊 嗯 正说是单身好伴侣 那我 那我还愿意单身呢 每天都有好吃的 奶味骨头棒的吃 多么的幸福呀 活该你单身一辈子 啊 下次我脱单的呀 我第一个不给糖给你吃 嗯 敢笑话我 看 这么好吃的骨头棒子 我就是不和你分享 嗯 太好吃了 嗯 浓浓的酸奶口感 吃在嘴里啊 舒服在心里 嘿 好啦 那我们本期的酸奶味狗骨头棒 单身好伴侣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喜欢的朋友们 别忘了关注和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哇 哇 天啊